今天和大家聊聊投资些什么东西好 股票 股东 基金 黄金 还是房产 不是我说了算 而是这家机构说了算 它就是银行 银行里这么多经营分子 分析师 精算师 精打细算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银行最喜欢以房产作为抵押 讲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开始明白了些什么 假设今天你要贷款 银行看了看你的资料 诶 资料不足 你有没有些什么东西能够作为抵押的 你给的股票 黄金 珠宝 机器或自家的产品 通通都不要 银行只要你的房产作为抵押 因为它认为其他的物品有风险会贬值 只有房产最保值 而且只用自家的估价师给予七成的value作为抵押 第二 为什么银行认为房产不会有贬值的风险 除了炒价 需求供应 通货膨胀 影响着房价的起伏 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政策 政府要人民炒房时 只要开放门槛 房市就像开的挂 例如取消盈利税 免印花税 贷款高达90%或开放外国人的投资门槛 相对政府要降低房价时 只要放些大招就能打压房市 包括提高购房门槛 增加印花税 调高盈利税 而银行是国家的金融机构 它清楚知道政府控制着房价 如果房市一旦崩盘 它就会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成长 总结 房产是目前最好的投资 不会有太大的贬值风险 如果一天你去银行贷款 而银行不要你的房产作为抵押 那就是房产下降的信号 关注亨利聊房产 让你轻松掌握房产秘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